全台55个原乡地区 其中新竹关西镇也被列入其中 但关西镇长金正确表示 希望从原住民地区解编 因为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规定 公所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 但关西镇的族人大多有自己的工作 根本造福不到当地族人 再加上关西镇两万八千多人 原住民却只有五百多人 人口比例相当悬殊 工商包括公所 我们的员工要有三分之一 是原住民的就业保障 我们也尊重 另外就是我们一百万的工程 要由原住民的厂商优先来承包 那承包当然是好事一件 但是很多都是借牌招标 或者是下包给其他一般的厂商 对此原民会回应 人口多寡并不是判断 原住民族地区的标准 因此法律未修改前 关西镇都将是原住民族地区 如果解编将影响到地方族人工作及生活权益 原住民族地区的要件是法律明定的 定在原基法跟工作权保障法里面 它里面的要件是原住民传统居住 具有原住民历史文化及特色的区域 跟当地原住民人口的比例是无关的 关西镇长也提到中央给予原住民族地区补助经费 只能专款专用景山里的几个部落上 而关西镇并没有受到补助 因此议员林彼军也希望中央能够重视 关西镇的整体发展 关西镇长强调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规定 必须雇佣人员要有三分之以上为原住民是一大问题 但原民会表示目前也提出了修法版本 会将雇佣比例调整为 不分植物类别达到35% 目前还在汇整相关资讯 会尽快提报到行政院 原住新闻Nabu Deluan新竹关西采访报导